中共在浙江的烏镇召开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那么三天会议期间 当地开放脸书、推特等国外的社交网站 但是却屏蔽了数千家国内的网站 而且还删帖抓人 在会议的第一天就有7名维权人士 因为在会场外面拉横幅 要求保障互联网自由而被抓捕 有被捕的维权人士表示 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召开 本身就是一个大笑话 11月19号至21号 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在大陆浙江嘉兴市乌镇召开 陆媒称 这次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 会议的主题是 在合作基础上建立和平安全开放的网络空间 口号是互联互通共享共治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说 从19号凌晨起 中共当局在会场内 暂时解除了对脸书和推特 YouTube等境外社交网站的屏蔽 报道说 这一网络特权只有登记 成为乌镇专用的无线网络 WiFi乌镇并用手机号注册才能享有 就在会议当天 中共抓捕了来自中国各地的 7名维权人士 杨秀琼 王晶 张继欣等人 因在会场外举着写有 互联网自由不容侵犯 释放网络入狱人士 保障互联网自由 停止打压维权信息传播 China Open Google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六四天网 and other internet 等这样的横幅被警方带走 20号刚被释放的 吉林维权人士王晶告诉新唐人 19号他们7人被抓后 他吞食戒指抗议被关了一晚 20号早上被放了出来 王晶表示 他们都是长期被中共 在网络上打压的民众 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召开 他认为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同样刚被释放的吉林维权人士张继欣说 作为互联网的公敌 中共根本没有资格来开这样一个会议 张继欣认为 所谓的世界互联网大会 叫世界封网大会 删帖抓人大会比较合适 中国互联网从诞生到现在为止 前后有上万民众 因为发布人权 民主反腐败在相关的信息 而遭到了抓捕 牢教 关押 恐吓等等 可以说这一路走来 一个目的就是真正 注视我们国家 实现网络自由和新闻自由 在这次会议召开前 中共当局在没有说明原因的情况下 屏蔽了数千家网站 美国之音18号说 全球最大的内容分发网站之一的 Edgecast在中国被屏蔽 一直以来 Edgecast在向中国的数千家网站和APP提供云服务 此外 大陆论坛和微博也遭到严格管制 有关大会的负面消息都被删除 被戏称防火墙支付的方冰心 在大会的发言内容被网友粘贴在微博后 批评和贴文很快被删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的中国事务研究员 威廉·尼指出 中共的网络模式是镇压的模式 将监控推向了极致 他担心北京将互联网监管规则 推广成全球网络监管模式 时政评论员古春秋表示 中共希望利用互联网大会往脸上贴金 来掩盖其专制独裁者的本性 向国际证明 他还在世界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 古春秋认为 互联网自由是不可能屈服于专制的